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高伟旭 今天大盘其实 侠夫做一个震荡整理 这样的平盘附近在11143点 下跌1点 那今天的盘面上的变化 里面内容倒还蛮刺激的 等一下依依跟各位投资朋友 去说明一下盘面上的一些状况 然后透露出来什么讯息 首先我们来看 昨天的涨停盘加速有45架 那今天开盘的时候 在开平盘以下的有7架 那刚刚看了一下 在开平盘以下的 已经增加到19架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今天盘面上的这个变化 也是可以预期的 从开盘的加速到 9点开盘加速到9点半开盘的加速 来说的话 可以看得到 短线多头的力道 是有降低的 是有降低的 那今天的加群指数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原因来自于今天的联电 利多出来 然后读书一个涨停板创新高 所以使得整个加群指数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刚刚只要看这个联电 然后你看加群指数 好像没什么心情 没有什么影响 主要是因为是联电的部分 可是内容就多了 比如说内容就多 像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 国具 奇力星 还有很多 华兴科这些 可是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像这种股票 今天拉回 还比较好 对一般赏户投资朋友才比较好 如果一直涨上去 你连切入点都没有的话 你也没办法有切入点 趁这种拉回的 你反而找到好的切入点 我反而认为 今天的被动元件 做一个休息整理的姿态 而且由国具带领 杀得比较凶 我觉得反而是好事情 反而是好事情 尤其我觉得 国具1000块其实不算贵 不算贵 这个散户朋友也不会去买 但是法人部位的投资朋友 法人部的一些操盘人 我认为他们也会 共用的看法是一样 国具现阶段的价钱不算贵 反而拉回是一个 去找进场点的一个部位 甚至是之前有部位的投资朋友 是可以做一个加码点的 这是我反而觉得 今天的国具拉回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被动元件 另外我们来看细经营 今天拉回的也颇深 环球金 中美金 合金 还有 加金 从这边来看 这一种多头形态排列的股票 拉回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你才有切入点 拉回你才会有切入点 拉回你才会有切入点 市场上目前在看8吋跟6吋 其实合金跟 等一下 加金 是短线上细经营里面 是值得去留意关注的 那这个部分来说 我反而觉得只要击杀 它都是一个值得开心的事情 反而不会是看跌的时候 我会觉得好像又没有行情了 我反而不是这么想 我反而觉得旁边上透露的讯息是 趁现在拉回才是一个好的买点 我说6月份有很多所谓的技术面领跌 基本面的行情出现 甚至是或有一个是超涨的 技术面的一个部分 所以6月份的行情 真的会比较难做 那你懂的一些操作技巧的话 其实你比较容易赚得到钱 那你不懂操作技巧 你很容易 容易极度的悲观 也容易极度的乐观 你的操作一定会 失去一个方寸 没有规矩 我们来看 我们之前一直在强调 跟投资人说最好做的是什么 光学金头类骨 郁金光 大力光吧 我们一路直播 一路往上看 它一路大力光 差点过新高 钱高是4745元 可是郁金光 投资朋友 新创业新高537元 这段日子在直播的时间 我一直跟投资朋友说 如何去操作光学金头类骨 郁金光 大力光吧 甚至我在之前有跟投资朋友说 前阵子我说 车用镜头类骨看好 你看 你在这一边买 这一段上去了 要过前高 再直立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今年到70.9元 你要忍受这个震荡是合理的 它没有震荡 你不会有上车机会 你这边可以很冲荣的上车 你这边可以很冲荣的上车 你上完车之后 就算在高档去做震荡 基本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只要考虑了两件事情 第一个你要不要获利了解 第二个你要不要逢拉回 再做第二次经常的加码 你的选项大概只有两个 这个就是 我觉得这个节目 给各位的一个价值 它不是价格 它就是告诉你们说 看盘你可以从里面赚得到钱 你再怎么不会做 你跟着我之前建议你们的 大力光跟玉金光 常态来说 玉金光涨大力光当天就会跌 大力光涨玉金光 当天就会跌 他们是反方向的 你来回去做 基本上你都可能在这段行情里面 你都可以赚得到钱 这是工学镜头裂骨的操作 个股节奏的惯性 好 那我们来看 5G呢 LCP软板天线加联益 投资朋友 这种击杀 你看是不是都是一个很好的进场点 它是告诉你有进场的机会 这种跳水击杀一段 两段跳水击杀 现在又拉上去了 是不是你们要注意到的 加联益我也讲过了 高档上去 角度很陡位置很陡的时候 平常做整理 有机会过前高 是不是 这个形态是不是也反映了 是不是再次验证了 其实我认为 像5G的概念股都有机会 第一个先走手机的部分 第二个一定是走设备的部分 所以我之前有跟投资朋友说 联雅3081 对不起 拉回机的投资朋友在这一天吧 如果投资朋友你们可以去看以前的 过这一天的影片 我有跟投资朋友说 拉回它是值得去买进 它是有机会的 你看那一天收310元 今天328元 接近10% 两天时间 你要不要去转它 接近10% 所以在5G的设备股里面 我认为都有很多的机会 起机都还没有动 上来还在做一个平台整理 看到没有投资朋友 亮缩整理 这些我认为包含起机 我认为它都是在5G的设备股里面 它是有机会的 那5G先动的是什么 就是我之前有建议投资朋友的光环 有没有角度位置很陡这一段 你有看我投资 有看我直播节目的投资朋友 应该都有撞到这一段 都有机会 那光环先动 再来就是滑星光 可是领军的是谁 领军的是光环 所以光环如果上去亮缩整理 投资朋友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知道该怎么做 因为现在都走这种形态 集拉之后亮缩平台做整理 这时候就是你可以去找 切入点的一些机会 这是我的看法 你看现在联谊又上去了 又上去了 只要好股票绝对买盘不寂寞 绝对买盘不寂寞 那投资朋友现在不要去追高 这种股票你应该是等它急杀的时候 才去进场去布局 不要去追高 不要看它涨又跑去追高 你要了解现在股票的 多头的惯性的节奏的方式 不要去追高 我只能告诉朋友 像这一些就是在看盘里面 你看到一些比较幸运的地方 你才有办法赚好它的钱 我是举实力给大家看 不是叫大家现在去追高 投资朋友要记得 另外那部分我们来看PA族群 其实我叫投资朋友 尽量不要去接触PA 目前资金还不在这一边 文貌 但是一样跟投资朋友带过PA 因为有些投资朋友会有PA族群的 但我一直强调 如果红杰科跟文貌你要做的话 首选是红杰科 今天是不是再次验证了 红杰科跟文貌 哪一个比较强 还是红杰科 还是红杰科 文貌比较弱 所以有PA族群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把文貌换成红杰科 反而会比较有机会 空手的投资朋友 我认为这个族群暂时 可以不用去注意到它 反而现在要去注意什么 反而现在要去注意被动元件 跟矽金元的拉回的买点 甚至在低档的5G的设备股 你都可以去留意 5G的设备股 都可以去留意 那种种产业股 我之前有说过 在前几天我有说过了 其实航运类股 有冒出一些些旁边上 有冒出一些些讯号 我们来看航运类股 今天表现如何呢 来看一下 万海还好 台航还好 但是2609 阳明感觉还好对不对 很抱歉 你看看 偷偷的我讲完之后 偷偷的上去了 这个就是旁边上 告诉我们一些些的机会 一些些的讯号 那这个部分就跟投资朋友 介绍到这边为止 那等一下广告之后呢 我继续跟投资朋友说 旁边上透露出一些什么机会 那操作方面呢 如何给各位一些些的建议 那以上我们先进广告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上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战网 五月五 庆端舞 晕达头部 欢庆端舞节 全面夺热推出 五五折大优惠 五五折大优惠 错过今天 再等一年 需要再现 零二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运达头部 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读 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 财富的拥抱 运达宿播 零二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只要播通 就让您 发很久 发很久 零二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五月五 庆端舞 运达头部 欢庆端舞节 全面夺热推出 五五折大优惠 五五折大优惠 错过今天 再等一年 需要再现 零二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八七七三 八八五九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抗掘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冷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选择你的 小小小 儿排七米床 水也要钱 店也要钱 还要交电话手机费 妈妈 我的学费不要钱 哪有这么好的事 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 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 免公立免学费 免私立补助一万五千元 老婆 没所得七十万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儿补助呢 要去哪里办呢 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 快乐上学去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台股之播 我是高维旭 那我之前有跟投资朋友 报告一件事情 这个电竞族群 有暂时要去做一个休息 不要去进场 我们来看 技嘉 我觉得这个族群 请大家屈其避凶 先散开 避开这样一个族群 让资金更有效率 包含了235 我之前看 我觉得还不错的宏击 我认为 这些这个电竞族群 目前来说 你大概可以暂时去观望它 不用急着去做进场 它表现连续两天相对的是弱势 这个部分多头惯性 没有延续下去的力道 这个势必就是把资金放在这里 就必须去做一个资金效率 会降低的一个动作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资金效率提高 像这个族群 你大概可以暂时避开 另外我们来看 今天的PCB族群表现得相对的比较稳健 展示比较整齐 滑通 要滑 脖子 那我首选一样是 是脖子 PCB如果要做或认为脖子是有机会的 再来我们来看传统产业股还有什么 如虹 拉回 多头形态拉回 在前波高档套牢区去做整理 我觉得就非常的健康 他不整理直接冲 我还反而觉得你没有上车机会 他在这一段直接再去做一个整理 我反而觉得这个整理是健康的 这个整理是健康的 仿制股我就手看的是龙头的如虹 那有这个仿制类股的投资朋友 你大概可以去留意一下如虹未来的发展 我是觉得还不错的 再来是今天的很久没有动的生技类股 今天上去了 啪 是不是很喜 可是你就是买最强的 拉回 投资朋友我有说过了吧 拉回平台整理去买它 又创新高 还有什么 是1137的也是 立峰 平台整理直接跟涨停板 今天再度创新高 也是整理 当你在这一块买的时候 今天的整理跟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思考逻辑跟之前我说过 的一样 你思考逻辑会跟这一档的思考逻辑是一样的 在这边买的思考逻辑是什么 等它拉回要不要加码 还是我要获利了结 所以这个就是操作上面一个想法 不要去追高 但是你要懂得去布局 未来它是有机会的股票 我认为这个东西才是操作的 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你目前盘面上的操作方式 因为其实我跟投资委员报告 其实操作方式有很多 但是你要因应盘面上现在的惯性是什么 你去做它 目前就是做这种做法 举了非常多的例子 短线个股往上拉 量缩平台去做整理 这些部分你买它之后都很有机会 都很有机会往上再去做一个获利的动作 我们来看还有什么部分呢 今天是值得投资朋友去留意的 其实你看 连这个双美整理得很久了 平台整理得很久了 今天也开始动了 所以今天我跟各位做一个 目前盘面上一个结论 今天是在修正被动元件 在修正细晶元 可是多头的火种回到了升级类骨 回到了升级类骨 5G的相关概念骨 也慢慢的有一些比较整齐的表现 包含了手机的天线 包含了设备的族群 我认为都是可以去留意的部分 另外我们来看 比较长线的投资人 你会觉得我一直介绍他 可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我要必须考虑到一些投资朋友 他们心脏比较不这么强 而且他们比较喜欢做一个低档布局的 所以我特别就是会介绍 我认为相对的安全 相对的安全的一些股票 要介绍给投资朋友去做一个参考 小而之间的投资朋友抬开 我认为至少公司要收库长股 至少公司要收库长股 拉回可是如果不破前提 我认为这个去金其实都不大 9块 最高到9点 9.5 9.6 这个空间距离 其实价钱都没有差很多 这个甚至是比较保守型的投资朋友 那他资金部位比较小的 其实你就放在这边 你耐心等他我觉得都不错 我觉得他都不错 另外一个资金部位比较大的投资朋友 跌了我这跟投资朋友有报告 精测 跌了 我认为跌了是最好 跌了你这边没有上车 你这边没有上车 你这边没有上车 你这边跌下来 你还有机会再上车 这是我对于大部位资金的投资朋友 两档的建议 一档是对于小资金的投资朋友的建议 还是对大资金投资朋友的建议 那盘面上有透露出什么讯息呢 今天盘面上我认为就是一个修正的部分 那个股表现差异就很大 个股表现差异很大 我再次强调 我在5月底的时候在这一边 我有跟投资朋友说 如果你看不懂行情路况 没办法掌握个股节奏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暂时先退场 因为6月份的消息比较多 那如果你有听我话退场的话 其实今天的震荡 个股洗来洗去的 这种洗来洗去的 应该跟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可能就是在找一个 等待7月份的好的买点出现 所以这个就是你在操作的部分 你要懂得自己的风险承受度 那你要了解自己的人力 你看是不是上来了 其他之后细琴远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之前没上车的今天都有机会 是不是就是盘面上透露出一些讯息 不是跌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像行情又没有了 我觉得反而跌下来 它是可以找到机会的 那现阶段国际股市 其实昨天的川普跟金正恩这个会面 我认为对于总体经济的影响不大 它只是象征性的地缘的风险降低而已 我认为对于行情影响并不大 所以昨天美股没有什么庆祝行情 我倒觉得还满合理的 原因是什么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6月份 美国联准会要不要升息 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投资机构 比较关注的一个讯息 因为它升息的几率 看样子这个数据来说是非常有机会的 一旦升息市场上的解读 我没办法去做预测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升息 大家也许会认为资金会开始外流 或是怎么样 会造成利空的消息 有这个层面可以解读 但是有另外一个层面 多头的也可以解读说 美国的经济真的越来越好了 美国经济真的越来越好 所以整个全市场 全球都在看美国6月份 要不要去升息 所以这个部分来说 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预测立场 我们反而是要回归于自己 你的操作的心态是什么 你的操作的心态是什么 如果你会担心你就卖股票吧 如果你会担心你就卖股票 如果你今天是比较积极的投资朋友 就像我 我会认为说 反正我第一档已经有布局股票了 如果今天是一个升息变成一个 大家市场上偏利空来解读的话 那很多个股它会做一个技术面的抄跌 对我来说它是下一次 第二次布局 第三次布局的加码的 甜蜜的买点出现 这是我是比较积极操作 所以我会这样去看 所以其实操作没有对错 是看投资朋友 你对于自己的操作有没有自信 好 我们来看盘面上 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讲的 今天大盘刚刚又拉了 刚刚又拉了 那拉什么 我来跟各位投资朋友看一下 今天有一个族群表现得还不错 电线电缆的族群 来看一下 电线电缆的族群表现得还不错 那我们来扫描一下今天拉什么 台积电 有动一下 点电就不看了 因为它已经涨停板了 好 我们来看鸿海 金融股 秦光金 富邦金 兆峰金 对 那目前来说 全职类股并没有什么动 那被动元件呢 被动元件也没有特别的表现 指数不知道在拉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在拉什么 等我一下 跟投资朋友做一个分享 跌生反弹的股票拉的比较多 那主要还是落在于光学镜头类股 还是扫描中 资金还在光学镜头类股里面 绿金光 这段拉抬还是光学镜头类股 带动为主軸 那目前来说 盘面上的全职类股是休息 所以我认为大白应该就在这个区间 去做一个狭幅的震荡 各国表现的差异 尤其是中小型股票差异比较大 比较大的投资朋友要了解一下 另外有在看盘的投资朋友 昨天应该会注意到 会注意到昨天尾盘在拉什么样的族群 那今天那个族群有没有续墙 那我还是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昨天看到的东西 昨天拉的族群 其实是拉的光学镜头类股 光学镜头类股 昨天尾盘拉是拉这个 光学镜头类股 所以我认为光学镜头类股 它是实际上它都是有机会的 那车用的当然也是 所以我觉得昨天的尾盘是这样拉的 投资朋友来去了解一下 我们在看盘另外一个小 因为我们现在是盘中节目 那完整的看盘 再跟投资朋友分享一下 我个人看盘的一个小技巧 我会留意尾盘 尾盘的部分有哪些股票 哪些族群 它是上来的或是下去的 这些部分都是在去做一个 看盘一些技巧的分享 所以我一直强调 10点半到11点这个节目 不是爆牌给各位投资朋友 我是教各位看盘的方法 让各位有看盘的技巧 你懂得自己去做交易 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那我是高维 祝大家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 非切之客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中彩精彩 为投资人打造全新的 台股直播室 超强民师阵容 直播现场急问解答 盘中及时为您解答 4月起 明天早上9点开始 正清锁定运通财经台 台股直播室 5月5庆单5 运达头部欢庆单5节 全面火热推出 55折大优惠 55折大优惠 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需要再现02 8773 8859 8773 8859 运达头部核心操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旺独心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运达速播 02 8773 885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02 8773 8859 5月5庆单5 运达头部欢庆单5节 全面火热推出 55折大优惠 55折大优惠 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只要再现02 8773 8859 8773 8859 纳税者全力保护法 于106年12月28日实施 基本生活费不课税 107年申报106年度 综合所的税时可适用 设置税务专业法庭 落实专业审理 设置纳税者全力保护官 协助纳税者进行税券争议沟通 及咨询 新法的改革 对全体纳税者的权益保障 绝对是一大要紧 出税建议为你在 出税人权站起来 当我来到这里 看到每一个学习空间 每一群不放弃的人们 正在为自己的未来做努力 再做一点好不好 你懂什么 我们在讨论未来 很少有公司 愿意接受中年事业的 那时候我想做 是想做一件最漂亮的衣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